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0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之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国金融风险的几个官方版本 第二个环保风暴还是另一门生意 碳交易,全国碳交易月底上线 我今天晚的原因是因为碳交易,碳交易 花了点时间,因为看到一些资料,那么主要是资料比较多 我这里也说明一下,昨天关于这个王岐山叛逃这个新闻呢,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一般不说,因为我觉得不靠谱 我为什么昨天又讲了呢 昨天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直播之前 浏览了一下这个YouTube上面的 新闻 我看到有些人开始准备开讲 讲这个,我一看我就知道 有些人要开始做一些故事,讲边故事 我就想我还是说两嘴吧 就这么说了一下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喜欢 这不是我 会投入资源做的主题 为什么,因为 这一类新闻呢老实讲,每天都有,无日无日,各种故事都有 完全没有依据,然后也不可考 所以 我一般不讲,但是只不过呢,因为我又在推特上看到 然后又 又看到有人要讲,所以我就 说了一嘴 就是一说 这也不是我以后的方向 这就特别说明一下,先讲讲 金融风险 这个说法怎么来呢,当然现在中国在基本上封锁了所有 在经济领域的负面 负面信息 它全部都封住 媒体不能报道 所以基本上看不到中国的真正发生的金融风险 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官方的一些正式的讲话来说 那6月10号第13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 中国银保监会的主席郭肃清发表视频讲话,然后这个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都发表主旨演讲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还包括外管局的局长 也说话 议会满呢我就 不管他了 一个赌场的老板 跟他讨论什么,那个没有意义 我们就讲讲的银保监会 主席郭肃清和易纲,还有外管局局长的几个讲话,我们是通过他的讲话来分析 当前中国金融的风险的状况 银保监会的主席郭肃清,那我等一下会介绍他的履历 他的讲话中说了几个方面 他说第1个 作为应对疫情的措施 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延期 那么银行贷款预计将会有一定比例,最终游猎 变为不良,略就是差 不良就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就是不良资产 那么对银行的风险会,对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 会加大,那么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个风险 第2个风险 大中型企业债务违约率比上升 那么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 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他没举例,他没讲情况,只是把它摆出来 这是第2个风险 第3个风险 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倾向严重 这个说法呢 泡沫化呢 这就是,其实是那个 郭树清一直认为 中国房地产泡沫化,泡沫化当然泡沫最终会 爆掉的 那么金融化呢 金融化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因为 金融化你通常讲的是证券化 证券化就有点像深圳的那个 叫证券化,就是把这个 把一个房子打包 切成肉干粪,你去买,那叫证券化 金融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这个并不普遍 四,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常债压力很大 地方政府的常债压力非常大,不是很大,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多 他当然他说得很委婉,相当数量其实是大部分 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常债压力都很大 第5 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 较历史峰值 降低了20万亿 但存量规模仍然很大 稍有不慎,急以反弹回潮 那么第6 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的名为私募 实为公募的各类产品 实质上 属于非法公开发行债券 证券 对市场 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第6 第7 有大量的个人投资参与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无异于变相赌博 损失的结果早已注定 这话说得很绝对 所有的金融衍生产品都是赌博 那么失败的结果早已注定 这个话说得有毛病吗?当然有毛病 金融衍生产品 和金融产品 是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那当然衍生产品的风险是比较大 但是也不是说 你如果 衍生产品基本上是零和游戏 可以讲是对赌 但和赌场不一样,和赌博是不一样 所以 如果有人失败 那一定有人成功 对吗?失败跟成功它是对应的 所以这话讲的 不专业,至少不专业 第4个,他这么说,他说 炒作外汇 黄金和商品期货的人 很难发家致富 正像压住房价永不会下跌的人一样 最终会付诸沉重的代价 这个 这个话说得对吗?这个话当然说得不对 金融产品 金融衍生产品 都是工具 或者我们都叫它叫 投资工具 你炒那个资产,任何的资产 你进行交易 都是风险 那么有些风险 他的 风险没有大小之分 风险跟什么有关系? 一个人做投资的时候 风险跟三件事有关 第一,你投入资金的规模 和这个资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这是第1个 你说我投资一个亿 我有一千个亿我怕啥 对吗? 所以投资一个亿 我只有一个亿,那这个亿风险就很大 对你来说影响就很大 第2个 你对市场的掌握有多少 你对市场交易有多熟悉 这个很重要 你完全不熟悉的,你再有投资经验 你对市场不熟悉的话 你的风险是巨大的 第三 信息是不是对称 你掌握多少信息 市场交易 任何一个投资市场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掌握市场交易的信息 你对这个信息掌握得越充分 你面临的风险就越少,因为你做出的决策 的依据就越充分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 郭树君讲这个话呢,就是让大家就不要投资 那不投资是不对的 就说 他只是个工具 投资是什么,投资是太祖和需要 这是第七,第八 他说 各种以高息回报为诱饵 打着所谓的金融科技 互联网金融等口号的骗局 层出不穷 实 其实本质就是几乎传花式的非法集资活动 大家一定要牢记 宣扬保本高收益 就是金融诈骗 这个话呢,讲得 周延 作为一个银保监会的主席 对市场上是存在的 诈骗 但是并不是所有都是诈骗 如果所有是诈骗 你作为银保监会的主席,你该怎么办 抓起来呀 对吧,市场上存在这么多的 层出不穷的骗局 你监管机构,你负责监管机构的主席 你是难辞其咎吧 你把这个市场管成什么样,管得这个 骗局层出不穷来 这水平有点差,这话说的 他说了几句 他说 为应对 应对疫情大流行,发达国家纷纷推出超级经济资金计划 在财政猛烈扩张的同时 货币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程度 联邦 联邦储备资产 负债表已经扩张将近一倍 欧央行扩张一倍一多半 日本银行 扩张 超过四分之一 他说有什么后果呢,首先 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普遍出现 较大幅度的上升 第二 通货膨胀如期而至 第三 当财政支出已经很大程度上 依靠中央银行印钞来支撑时 就像一架飞机在空中进入自转漩涡 很难由自己 改飞 顺利改飞出来 这个话呢 我先说第3点 第3点这个话就不对 这是严重的误导 那么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 如果他的财政支出 是靠 中央银行通过印钞来维持的话 这个国家一般来说很快会解体 所以呢现代国家都已经实现了 中央银行跟财政之间的防火墙 或者叫区隔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发生的 这是现代金融的常识 那现在 有哪个国家 仍然靠这个动作 能够运行下去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 现代国家很快会 所以呢 这个郭树青的这段话 不符合 现代金融的常识 然后第4 世界疫情现阶段还有诸多不确定性 那么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局部受阻或者断裂的风险仍然较大 然后第5 面对欧美开闸泄洪产生的溢出效应 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痛苦的应对措施 这也是误导 你想一下 如果西方国家 他叫开闸泄洪 开闸泄洪是什么 开闸泄洪讲的是 水在堤坝里面 你是要挡住这个堤坝 因为有洪水来 泄洪就是压力很大 我把这个洪水放掉 防止这个堤坝 跪堤 你现在讲 西方国家现在不是 开闸泄洪 是放水养鱼 首先这个表述就不准确 描述不对 当经济 当经济不好 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央银行 增加货币供应 那么当疫情来的时候 财政 政府 通过救助 维持经济体的正常运行 保住 特别是保住中小企业 这非常重要 中国没干 这两件事 中国只是 这个叫什么 也是大水漫灌 其实中国 自己大水漫灌 不比西方国家少 只不过中国没有条件放太多水 为什么 因为之前放的太多了 他放不了 再放下去后果很严重 所以他不放 但是中国财政 就没怎么作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财政没什么钱 没有足够的财力 所以中国没有做 在这个 不作为 不是他不想做 是他做不了 没条件 那西方国家这么做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非常简单的好处 当西方国家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那么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 马上就得益 为什么 出口好 如果没有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 中国能有去年到现在这么好的出口吗 没有这么好的出口 你看看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他说这个话呢 完全 他这样去攻击西方 欧美国家这个行为根本没有意义 根本没有意义 没有实际上的意义 这是第1个 第2个 如果 如果要讲西方开闸泄洪 跟中国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中国资本市场不开放 中国资本市场不开放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资本市场说是开放 但是 你不是还是用一个吸管开着放吗 对吗 第2个 人民币没办法自由兑换 也就是说 中国实行的外汇管制 中国和 其他的国家 不是 和西方国家 跟任何国家 中间有一道什么 有一道堤坝 所以你说西方国家开闸泄洋 开闸泄洪 跟你中国有一毛钱关系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话就讲得非常的 非常的不专业吧 我觉得 作为银保监会的主席来说 然后他还说了一段话 这话说的就更有意思 他说中国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供应了全球一半左右的最终产品 而且总体上没有提高 出口离岸价格 为全球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最发达国家大量印发的货币 形成拉动全球通胀的动力源 那么中国数亿劳动者生产的商品 就是稳定全球通胀的 千军锚 这段话呢 讲出来呢 很有煽动力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政治宣传 那么我们经常讲 我们通常在 财经领域 在专业领域 我们只讲专业的事情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一般不会做政治宣传 但是你发现没有 中国的任何一个官员 不管在任何领域 他都会做政治宣传 而且 越做政治宣传的官员 仕途越好 这个很特别 所以呢 他把专业的话语当中穿插一些政治宣传 和误导 这个郭树清这段话 就是个非常严重的误导 这里面有 几点 第1个 市场的常识 市场经济的常识是什么 市场经济有个预设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任何一个企业 或者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 他最终的责任是什么 他最终的责任就是 每一个卖货的 尽量卖高价 每一个采购的 尽量买低价 就是说 你用最高的价格卖出去用最低的价格买进来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前提 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的 参与者每一个参与者 都力争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就是在这个时候市场才是最有效率 这是第1个前提 第2个 中国的任何一个出口上 他只要能多卖一分钱 他就不能够少卖 少卖半分钱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如果中国不这么干 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 中国也不会成为 中国最大的贸易国 所以我说 郭树青的这番话是什么 这就是政治口号 中国卖这么多钱 他尽力卖 卖不到 是卖 不能够卖得到 是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第1 第2 他把中国数以劳动者说成是 这个劳动生产的商品 说成是这个全球通胀的千军锚 我看到这段话我就想起什么 这就是中国的官员 中国的官员就是把中国人民当政策工军 是一种物化的载体 具体的说 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 我看到这句话我马上想到这个 赵立坚 赵立坚在 2020年8月27号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雨水情深 血肉相连 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谁都别想打破 对 郭树青讲的这番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一模一样 这是中共所有的官员 都这么想的 这是第2 第3 如果 郭树青作为一个银保监会的主席 他把 金融理解为 商品 和钱之间的把商品当作 货币的毛的话 那他的金融知识 是不足以领导一个 监管银行行业的这个 监管机构 为什么 现代金融 货币早就没有毛了 货币是依靠什么 运行的 货币是依靠信用运行的 不是依靠毛来运行 控制通货膨胀也不是靠商品来解决的 商品是解决市场供求问题 货币是解决什么 解决市场需求问题 如果 郭树青 他对金融的认知 还停留在 货币后面有个毛的话 他就管不了银行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郭树青的领导下 银保监惠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 他怎么看待金融衍生产品 他怎么看待 银行的功能 所以 最近几年中国的银行业 非常非常的沉闷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讲讲为什么郭树青会是这么看 我们来看看 郭树青出生于1956年8月 78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 他学哲学 82年去社科院念研究生 学的是什么 社会主义专业 那么 在职这个读了博士学位 导师是苏少志 他的工作经历是现在提改委 提改委后来去人民银行 最终做了什么呢?做了证监会主席 后来去了山东省做行长省 然后再回来 做银保监会的主席 然后做人民银行的党组书记 从他的工作经历来看,他也做过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他的工作经历 并不反映他对现代金融的了解 过去一年时间 他针对房地产的这个信贷措施 房地产信贷措施是他的主意 就是控制 控制银行房地产贷款的玻璃天花板 控制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融资成本,融资规模 三道杠 这基本上是银保监会的主意 然后他 不断的强调要控制房地产的这个泡沫 要想办法减少 这个银行对房地产 市场的依赖等等 如果 如果 房地产市场真的爆了 他就是 这个郭树清就是那个用针 把房地产的泡沫扎破的那个人 如果房地产市场爆破的话 应该他就是谁 为什么 因为他的认知 他对金融的认知 就是在这个水平上 过不去的了 这是郭树清 另外一个就是易冈 易冈怎么说 刚才不是,刚才的郭树清说通货膨胀 西方国家这个 开闸泄洪嘛 看看中国什么情况 易冈怎么说的 易冈说今年以来中国PPI 涨幅较高 PPI就是出场价 那么 原因是去年PPI负增长形成的低基数有关系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去年,今年和明年 连续三年的整体视角来观察PPI的变化 这是易冈的看法 他说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 我国就是中国,中国今年全年的CPI走势 前低后高 平均涨幅 在2%以下 这个想法 这个就是在现场 打 打谁的脸,打郭树清的脸 今年中国通货膨胀2%以下 那就是今年中国没有通货膨胀 通常来说我们讲通货膨胀 板价以上 才说有通货膨胀 那么联储局的通胀目标是板价 美国也没有达到 所以郭树清讲的那番话 老实讲 真的和市场有点远 他说怎么说呢 当然 他说外部疫情形势,经济回升和宏观政策 都有不确定性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通胀和通缩的压力 均不可掉以轻心 他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走势总体可供 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稳自当头 那么 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注重跨周期的供求平衡 掌握好政策力度,其实 人民银行其实从去年到今年 没有任何作为 因为他没有政策工具 大水漫灌是大水漫灌 但是大水漫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大水漫灌是 以人民银行现有的 政策能力而言 就是这么多 再多的后果就很严重 他说后面这几句我认为比较重要 他说中国经济总量基数越来越大 同时受劳动生产率 增速下降 和人口结构变化影响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有一定的减缓 那么人口变化也会对经济 供给 和需求两侧产生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 资本和劳动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未来可持续增长主要靠 全要素生产效率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他说 去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 但从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来看 中国GDP增速将接近 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 什么叫潜在经济增长率 最近两年中国的学界 经济界经常用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什么情况?就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 所有的资源 在最优的条件下 能达到的最大的增长率 这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 就说 假如政府不乱搞 假如风调雨顺 假如没有疫情 假如这个 政府不会出台一些不好的政策 等等 然后经济运行都很正常 然后大家交易市场交易 很高效率 以这个为前提 增长率最高是多少 潜在经济增长率 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郭树青讲的,郭树青他是一个 银行跟保险的监管委员会 他更多的看待的是什么 经济运 银行金融业运行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 他是解决风险问题 所以实际上他讲的这几个层面 风险都很大 特别是两个,第一个 就是企业违约 企业违约这件事情 就是大中型企业 违约 比率上升 这会对金融系统 产生冲击 还有一个 就是去年 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延期 贷款 还本付息 推迟 那么推迟意味着什么 其实很多 会变成坏账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块 对金融机构的冲击特别大 其实还讲了一个,就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现在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当前的主要的金融风险 那么易纲讲的这里面呢,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点什么,人口 人口影响 他这里讲,因为之前 人民银行有个工作 工作报告 就专门讲人口问题,所以其实人民银行对 对这个人口问题很敏感 敏感 他讲人口的因素影响很大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在发生变化 这是刚刚在这次会议上讲的两个重点 有价值 人民银行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 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 好,那我们讲第3个 人民银行 副行长外管局的局长潘工胜 潘工胜讲外汇 讲人民币的汇率 他说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因素复杂 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双向波动什么意思 上下上下 一会上一会下 他说影响汇率变化的外部 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有几个,一个是经济复苏不平衡 第2个 美国通胀水平上升 或者是通胀预期升温 市场对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预期上升 第3个就是 宽松货币政策 第4个就是经济博弈 经济博弈增加 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产生冲击 而且呢未来几个月中国外汇市场季节性购汇 比较集中 这就是重点了 他说呢 中国外汇市场 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 那么每年的6月到8月 会买汇 比较多,为什么 因为外商投资企业 和境外上市公司分红派息 他分红派息呢你比如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他要分红派息 他分红派息他收到的钱,他挣的钱是在中国挣的钱 中国挣的钱呢 那挣的是人民币 那挣的人民币,分红派息股东在海外 你把它 换成美元 汇出去 那么这一块 是一大头,你很多企业 那比如说 通用 通用的在中国的这个企业 那他到这个时候要分红派息,因为他那边要分红派息了 你这边就把钱汇出去 汇到他母公司去 所以呢就是外商投资企业也好 这个境外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也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留学生 留学生去上学 要买外汇 交学费,生活费 这三件事情碰在一起,所以6到8月份 是中国外汇需求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呢 通常这个时候呢 人民币就会往下走 外汇需求大 外管局最近的 调子是什么 不要炒外汇 不要炒外汇,他说 不要赌人民币升值或者是贬值,久赌必输 就是潘弓胜也好 郭树清也好 都讲中国的这个 资本市场 是赌场 真是 真是 那么我顺便说一个这个洗钱模式吧 6月9号公安部消息,说这个全国统一 打击并且治理电信网络新刑犯罪 北京 河北 山西辽宁23个省 公安机关同步收网 第五轮 收网 抓了多少人,1100人 涉及犯罪团伙 170个 然后这个截止目前 有31万人 你能想象吗 就是这个洗钱 被抓,涉及1.5万个团伙 中国简直是 真是壮观 这个 这个是一个代号叫断卡行动 主要是针对 洗钱 洗钱,地下钱装 那么这次呢抓的是什么呢,这次抓的是虚拟货币 比特币呀这些虚拟货币 用比特币 或者是其他的虚拟货币来洗钱 怎么洗钱呢 这些人叫币农 币农什么意思 他就在那个虚拟的交易平台上注册 然后按照洗钱组织的要求 买 买虚拟货币 或进行兑换,或者是买了虚拟货币换成人民币 存进去 这就帮他们洗钱 帮他们洗钱,所以他们这些人叫什么,叫币农 他反复不断的兑换各种不同的币种 实现帮这些洗钱组织呢 完成这个转账和洗钱 所以完成洗钱之后,币农可以拿1.5%到5%的佣金 所以就很多人干 抓了多少人呢,抓了30多万 我的天真的是壮观 这是一个事 那么我们再讲讲什么呢,再讲讲这个 这时间过了 我们下一个节目讲 就关于这个碳交易 我简单的说吧 我准备了长时间这个题目 碳交易全国碳交易系统 6月底,就6月30号上线 这是中国走向 碳达峰,碳中和的第1步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题目,感兴趣这个题目,我今天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 他说呢,经济管理部门 现在呢取得了 在环保政策上的主导权 那么原来呢 环境 这个生态环境部 在环保政策上面呢有很大的发言权 基本上他在制定着政策 所以呢中国呢在环保政策方面是推进的比较快 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在临门一角的时候呢,发改委 出手 发改委出手的动作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 原来呢 中国环保有八大行业 这八大金刚,八大金刚 产生的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的80%以上 所以呢 要搞定这八个行业,中国才能解决这个碳排放的问题 那么这八个行业是哪些呢,是电力 钢铁 有色金属 化工 建材 造纸 航空 这八个行业 本来呢说要把这八个行业 推到这个碳交易市场上去 碳交易是个什么东西呢,碳交易其实是一个 排放权的问题 就是有个排放权 你比如说我一个厂子 一年排放 我假设100吨二氧化碳 那我的 碳排放的水平就是水 那他这样 好,那我就让你呢 我希望你碳排放减少 减少到多少呢 减少到80吨 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你碳排放的权利 80吨 那你呢,你怎么办,那你去想办法减少到20吨 你如果减少不了的话呢 那你去市场上去买 那有些人呢,他改造这个他的设备 成本比较低 那他一改造的时候,用100万 改造了他的设备 然后他就把 省下来的太排放的额度 放到市场上去卖 能够卖200万,我一算这个账合适 我就去做这个 做这个改造 那我就像有些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高 那我就不改了吧 反正你让我 让我排放80吨,那20吨的额度我去市场上去买 他就通过这个碳交易呢 让那些 容易改造的 这个或者是改造成本比较低的 这种设备改造 迅速的改造完 他能够获利 那慢的那些呢,就付出成本 就掏钱 资助那些 容易改的,或者成本低的企业去改造 这样的话用经济的手段 去调控什么呢 调控碳排放的这个效率 其实碳交易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但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前提 弄虚作假的问题,我们一说碳排放这件事情,中国人马上就想,这帮企业肯定 弄虚作假,一点都没错,一定会弄虚作假 然后弄虚作假的问题 还有这中间会有没有交易 你想一下 额度谁定的 政府定的呀 国企是谁 国企是政府的呀 那国企他本来排放100吨 他会把这个100吨变成80吨吗?不会 不会变成60吨吗?不会啊 他有一个整体的要求,通常是要求70% 也就是100吨,你排放100吨 我让你 给你70吨的额度 30吨自己去买 基本上现在总体方向是这样 那大家都会有动力去改造自己的设备 当然这就是算账的问题 算账还有没有钱的问题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讲到发改委,发改委原来不是有八个行业要进入碳交易系统 发改委上来就说先不行 先搞电力吧 其他先放一放 这篇新闻的讲法是什么 这新闻讲了几个几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讲的是 这个叫什么 讲的是 八个行业只上限了电力 还有一个 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唐山 说是5月31号发改委跟唐山说 原来三月份 要求这个唐山,唐山最多的是什么,钢铁行业 所以为什么唐山的污染 非常严重,因为很多钢厂 碳排放 然后就说 现在不刚才价格暴涨 算了 开工吧 唐山那边的钢厂全开工 他意思就是 发改委 在为这个 为这个环保政策踩刹车,为什么 实际情况 实际的问题 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两点,中国的环保的问题 第1个问题是什么 中国在环保问题欠账太多 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没有一个把环保问题放作一个他长期投资 就一直就没有花过钱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环保要求一下子提上来的话 那中国那些国企 问题就严重 他要么呢 就加价 就现在原材料价格暴涨 有环保因素吗?有 有多少,占多少 小一半吗 这是第1个,所以 中国如果要把 碳排放或者环保政策提起来的话 那过去10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倒了 可不是 一二十万家,那是数以百万级的中小企业全倒 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 他在环保政策上面的欠账太多 这是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 中国的整体的军机运行 碳排放也好 环保政策也好 其实在整个军机运行当中是什么 是成本 如果中国把这个成本要放进去的话 中国的制造业 会有大问题 就是这两头 如果把这两头 你去放到现在的政策来看 中国的经济风险 在家居 所以环保政策 对中国来说 怎么去实施 怎么去有效的实施 怎么去做得更有 影响 代价也没那么大 你觉得他能想出一个好政策来吗 我不觉得 为什么 这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 大部分的污染最严重的全是国企 这是第1个 就是 他有私利在这里头 当他制定政策 政策制定者 他有私利在这里面 这个政策不会靠谱 这是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 环保政策归根结底是什么 是钱从哪里来 如果钱从政府来 那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现在中国的经济体 中国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 口袋全空了 从央企 到地方融资平台 到地方政府 口袋都空掉了 如果你要把 环保的成本消化掉 由谁来承担 消费者 最终是消费者承担 要么是中国的消费者 要么是海外的消费者 这就是中国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 环保这件事情 虽然习近平 七次 七次发表讲话 宣布中国 2030年 碳达峰 什么叫碳达峰 就是碳排放 到最高值 2060年 碳中和 就是中国的排放的碳 和吸收的碳 达到均衡 叫碳中和 虽然他已经喊出这个口号 但是中国真的要实现这一点 这里面 需要付出比他们想象的大的代价 除了弄虚作家以外 除了弄虚作家以外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这里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谢谢 鸣谢 鸣谢 谢谢 姥姥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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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打卡德国 今天和我的好闺蜜一起听王老师的节目 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相聚在一起 愿老师的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真正明白我们周围的世界 谢谢 提问 中共几任总理都提出经济增长率 必须保持在6以上 请问王老师 这里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好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叫6% 叫保6 那么在早一些时间 在2000年以前呢 中国经济是保8 那么为什么要保6 为什么要保8 大家知道中国原来是个计划体制 计划体制深入骨髓 因为它从中共建政从1949年开始 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样子 建立整个国家的 这整个国家运行都是 这边是专制独裁政体 这边是计划经济的 经济模式 这两个相匹配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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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到1976年 1978年 不行了 这个车要倒了 散架 为什么 大家要饿死了 因为这个经济模式 无法让大家吃饱肚子 那怎么办 改革开放 向市场经济转型 中国的所谓的改革 其实讲到底就是由计划体制 变成市场经济 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 转了吗 转了 转到大概转到1994年 中国就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其实中国只改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税制 一个是汇率体制 当然还包括金融体制 那么1994年完成这两个改革之后呢 基本上其他的改革 国企改革没有改 国企只改了一个什么呢 国企只是放弃 中国在国企改革问题上 开了个头 就没做下去 就算了 就不做了 不做了 改不了 因为 你改是什么呢 改革是 你把一只 怎么说呢 你把一个乐高的这个样子 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吧 讲改革的话 你说这个乐高是一只小鸡 我想想办法把这个变成大鸡 那是改革 你把一个乐高变成橡皮泥行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一个同样的东西 中国国企改革就是这个问题 国有企业根本不是企业 它是政府部门的延伸 那你进行企业改革 是 它得首先是个企业 你才能改革它 它都不是个企业 你怎么改 所以 中国改革改了一下 发现改不了 所以 国企改革就放在那 就不行 反正我就做一件事情 才 政府不再补贴国有企业 只制定一个这样的政策 然后就没有生存能力的就倒下 所以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国企倒闭 原因就是 政府不再补贴的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 中国改革到现在 我说90年代 94年 改了这两件事情之后 就没有再进行更大 更大范围的改革 那很多东西呢 中国改革遇到了很多的障碍 核心的障碍是什么 核心障碍是政府自己 政府有很多利益在这里 它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 所以它很多改着改着 一碰到它自己利益呢 它就不改 不改 但是路还要走 那怎么办 绕过去 所以中国的改革都没有完成 很多东西就 不改了 就绕过去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企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或者政府部门 公务员 加入社保 这件事情 那为了让他们尽快的能够进入社保 那就让他进去吧 直接就让他进去了 但是大家知道 你进入保险之后 你有个付费期 你付费期付了多长时间 你才能拿多少钱 否则你不得拿空了吗 但是没有 那你理论上政府应该配套 拿一笔钱 注资到里面去 因为这都是你的公务员 政府愿不愿意干 不愿意干 不愿意干 但是那公务员就直接进去了 你可能 今年进去 明年他就退休 明年就开始拿退休金 那社保不就会大窟窿吗 那政府又 不采取措施 他利益啊 你要给钱 不愿意给钱 政府说我没钱 没钱我不管 这就是中国的情况 那如果实际上这件事情 结果应该是第3年第4年 可能这个社保就崩溃了 因为 不断的有 政府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的人 就进入这个社保 开始拿钱 那怎么办 为什么没有崩溃呢 因为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话 不断的有人进入社保 是进入社保的人 比从社保拿钱的人多 只要你保持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的问题 就大量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 他就不改 他不改怎么办 绕过去 绕过去用什么来掩盖呢 用经济增长来 来盖住问题 但如果你经济增下来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问题就盖不住了 你比如社保 当你进入社保的人 少 增加 交社保的人 增加的数量不够的时候 那个窟窿就盖不住了 盖不住是怎么样 盖不住就崩溃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要保八 最早2010年之前是保八 好 这两年开始保六 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 中国改革 就是半吊子工程 中国的改革到现在为止都是半吊子工程 政治改革没有改了 一分钱都没有改了 对吧 经济改革也是改了半吊子 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变成 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呢 原因很简单 人口红利呀 人口红利呀 然后就996啊 996加人口红利呀 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个这个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西方国家 产业升级 把制造业全部甩出去 甩出去到处找地方 这个人口大国 就在这搞吧 中国就变成了制造业 世界工厂 就变成世界经济第2大体 第2大经济体 就是这么来的 观点 共产主义采用计划体制 五年计划每年6% 不到6%就执政失败 就得负政治责任 下台换人 所以这KPI 不能不达标 另外每年6%的增长代表每年都会变大 好忽悠韭菜站好 他其实这两年都已经做不到了 做不到 早年其实不止8% 保8可能就9% 10%都会有 提问 国企 与私企交同样的税 私企可以交更多的税 国企不只是所谓的亲儿子 但是这个亲儿子一直要求国家给他输血才能存活 私企不但不要求国家输血 还给国家交更多的税 为什么国家对一个提供营养的私企打死 而对输血的国企如此宽松 好问题 中共有一个心理 什么心理 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这个东西抓到我手里 我就踏实 比如说 水厂 水厂 这水厂不抓到我手里 这个在私人手里 那我都过午 睡不着觉 中共就是管理国家呢 他有个特点 就是抓着手里 老百姓要抓着手里 东西要抓着手里 产业要抓着手里 全部都得抓着手里 我心里才踏实 为什么 因为没人相信他 没人服他 没有敢招 他没有敢招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就要抓着手里 抓着手里 谁去抓 那到国企去抓 所以为什么叫亲儿子 亲儿子去抓 抓着手里 所以越来越多产业都被国企抓着手里 就是这个道理 他情愿 要个没那么好 没那么准的 但是亲儿子 就可以 你长得漂亮 不行 不是我生的 不行 不能要 就这个意思 提问 之前的节目中 王老师评价了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 卖地收入 直接收入中央财政 请问这个对未来房地产的房价有直接影响吗 第一个 你肯定没有听我那个节目 我的节目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原来 卖地收入 卖地收入是非税收 叫非税收 应该叫政府性基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 原来是谁呢 原来是 资产部 叫什么 资源部 国有资源部 国有资源厅 或者国有资源局 去收这个卖地的收入 征收 装到 地方政府的 国库 那现在呢 意思就是 他意思就是说 那你这个征收呢 就效率不高 我这不是有个税务部门吗 国税局吗 你就让国税局收 改由统一有国税局 当然不仅仅是卖地收 还有其他的 资源税 跟资源有关的税 原来都是资源 资源厅收 现在改由 国税局收 国税局收完之后 统一 解压到国库 中央政府的国库 统一进去 然后再 分配回来 我从你那 收了100个亿 放到这个库里面 然后再拨回给你 分配主体 不改变 只是帮你征收而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钱先放到我这 听我的 其实就是控制地方 这是一个 中央集权的一个行为 但是他利益主体没有改变 就是这个钱不是中央政府的 是地方政府 跟房地产没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有关系 观点 碳盘放真是一个交易 我可以注册10家钢铁公司 一加我的碳排放 放10吨 10家100吨 我这10家不生产 就不就作收余力了 好想法 你得盖得起来这个 10家钢铁公司 注册就行 你以为注册就行 不行的 盖钢铁厂 你得去发高尾皮 提议 观点 碳盘放是个局 给国企定很高的排放量 然后国企还能借 借机申请更多的预算 升级环保设备 反正发的是国家的钱 然后省下来 碳排放再卖给私企 赚两次钱 又双赢 如果世界上故事这么简单的话 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你说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 先把情况了解清楚 再来编故事 好吗 水平高一点 情绪 土共什么时候兑现过承诺 看他加入WTO这么多年 点过头的话 做到几成 他现在谈环保就是缓兵之计 说白了 土共所有的措施 都可以概括为 年拖二字绝 终极目标是为了统治续命 向天再借500年 永远寄生在人民身上 吸血 这种喊口号呢 我们就不要喊 我们还是具体的谈事 行吗 你可以导致这个结论 但是不要喊口号 行吗 提问 最近大学抗议 本转专事件 推特上很多说是自作之寿 同情他们的人很少 仿佛所有的大学生都是粉红一样 请问王老师 为什么大家力气这么重 这件事情会导致一大批学生觉醒吗 王先生给那些抗议的学生什么建议 第1个 你说很多人说他自作自受 老实讲 我就没看见 我在推特上的时间也不少 你说的这个同情他们的人很少 我认为你这个事实不对 这不符合事实 我在推特上看到都是同情学生 批评政府 就是抨击政府 这是第1个 第2个 大学生粉红多吗 多 但是 并不是说粉红就不支持他 不是说 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粉红身上 我们关注点是在政府身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 当然我昨天的节目我也讲过 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遇到的情况就是 中共的策略就是对付那5% 然后95%的人还帮着政府一起收拾那5% 然后等另外的人5%被收拾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5%也是 你当初都不帮助另外5%为什么要帮助你 这就是中共的分化 这就叫分化策略 分化策略管用吗 非常管用 中国人真没记性 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 真没记性 有一些小粉红 第2天就碰到了这个社会主义铁拳 你说这些大学生抗议的人有没有小粉红 当然有 但是是不是他是小粉红 我们就不同情他 这不对 小粉红也要同情他 因为 他被 他被什么 他被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争取 争取公平 并不是有对象 公平是什么 公平就是不分对象 所以一大批学生觉醒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就能让他觉醒 他只是有恩怨 不一定就能觉醒 情况 最近几天全市检测 手机收到短信说要检测 想着拖几天 没想到今天又收到催促的信息 检测完半小时马上收到短信 说感谢我对疫情防控的支持 数字极权太恐怖 渗透到毛孔 原以为信息是群发 没想到是一对一 终端 个体无处可逃 情况 在广州征程 做了多次核酸检测 短午离开征程要请假 观点 近阶段欧洲杯即将开始 大陆公安又有大行动 主要是 针对国内外围赌球 每次欧洲 洲际大赛期间 国内资金大量流失 今年打击力度比往年更大 提问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 是准备迎接外资大规模撤出的节奏吗 为什么 跟外资撤出有什么关系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这个 反外国制裁 反外国制裁其实是一个 双刃剑 你制定这个法律 其他国家制裁你 好 你根据这法律 你得反制裁吧 有的时候 他不想反制裁怎么办 可是你法律在这里 那不是违法吗 所以实际上这个法律制定呢 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法律 当然没有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这是政府行政的一部分 那么制定这个法律 其实目的是什么 恐吓其他国家 你千万别制裁我 我有法律的 我就会制裁你 他其实以指自矛 攻指自盾 因为西方国家 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制定法律是要执行的 对吧 其实吓唬人 提问 我有个朋友从国内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 他看不少墙内看不到的信息 一段时间以后决定还是不看这些信息了 自愿被洗脑 他的理由是他还要回国 知道太多会影响他在国内的生活 王先生怎么看这种情况 正常 这是很正常 他觉得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知道太多 我心里也不舒服 情况 西部地区已经很久没有足额发工资了 观点 王老师为了节目内容更丰富更准确 要浏览很多资料 谢谢 鸣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谢谢大家 先到你这边有点点 然后 我们再给我按一个节目 点准备 那么办